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 新兴学社的诗词文学讲座 我是丁领 那在这里呢 我代表我们学社 代表我们学社的 主要的国贯成员 欢迎学社的新老朋友 那我们新兴学社呢 从2021年创办以来 三年多的时间 我们秉承的文化健康理念是 文化滋养身心 身心充满活力 活力健康生活 生活进入文化 就是秉承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们举办了很多场的 线上线下的活动 这些活动呢 都跟文学啊 跟艺术啊 医学啊 健康相关 那这里罗列的呢 是一部分的活动海报 还有我们的一些 活动的内容啊 照片 那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 宋向阳主任医师 其实宋医师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都是肿瘤专业的医生 然后亚专科呢 刚好也都是专攻乳腺癌的 宋主任呢 他是乳腺外科 我是乳腺内科 肿瘤内科 那在国内 我们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沟通和交流 但是很遗憾啊 当时我们这些交流啊 沟通啊 都是只限于在医学方面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 原来宋主任 他也是一个古典诗词的爱好者 而且是笔根不错啊 他的作品 特别是近些年来 这个作品相当的多 如果大家关注他的微信公众号 叫向阳友人家 你就会发现 宋主任他的文学素养 和他的医学专业一样 是有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呢 我就蒙生了这个念头 就邀请宋主任来 我们习近学社 来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作为一名医生 在诗词创作方面的一些心得 那我们学生呢 刚才这张幻灯上有介绍 我们目前有八个频道 那这一次的讲座活动呢 就是由我们医学健康频道 和诗书品读频道 来共同主办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我们诗书品读频道的 负责人万大光 来为大家主持今天晚上的讲座 好 我们有请主持人万大光 谢谢 谢谢丁老师 谢谢宋医师 也欢迎在线上所有的朋友 专家由美国新兴健康文化学者举办的 谈古论经 画诗词 中国古典文学 诗诗创作的专题讲座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 大光 我想国内现在应该是星期六的上午 十一点钟 所以我也在这里向国内线上的朋友 说一声 早上好 欢迎你们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中国的古典文艺学的诗词创作 诗词的欣赏和诗词的创作与我们的心心健康呢 实际上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系 这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 通过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能够深刻的触动读者的情感和心灵 而这种情感的共鸣和情感的体验 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的影响 诗诗的欣赏 能启发我们心灵的共鸣和感悟 诗歌的创作 更是能够激发我们的情感的表达能力 让我们能更深刻的体验到我们生活中的各种情感 喜怒哀乐等等 促进情感的释放 从而达到心情的愉悦和有的方式的情绪管理 作为古典诗词的传承者和爱好者 我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 尽让我们从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所留下来的艺术真品 并一求冲中 及其灵感创作属于我们自己的篇章 由此 我们的新兴学社 今天非常荣幸地能邀请到 手术势力的诗人 浙江大学 附属少医夫医院 乳县外科 主任医师 研究生导师 总留学 博士宋夏阳医师 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古典诗词的创作心得 谈到医生 尤其是那些肿瘤专科医生 由于长期的临床治疗和肿瘤 研究方面的实践 他们看多了许多生命的无常 生老病死 从而常常有着一份与常人不同的 对生活对生命的看法 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些医生通常是非常严谨 逻辑性非常强 跟你谈话的态度往往是 年述的凝重的 但是到我看了这个 宋医师的公众号 向阳里人家 看到了宋医师的许多的诗诗的创作 让我深深的感动的是 宋医师不禁医术高潮 而且他对病人亲切的态度和热心的关怀 使得他赢得了高达98%的好评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医生态度对病人的后续治疗 有着非常重要的正面的积极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 甚至是超过了相应的治疗的药物 在宋老师这个创作的诗诗当中 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哲学的诗变 彰显在他读古史后这个感怀之中 而他的诗诗当中 有着大量的随意的信手拈来的 描绘日常生活感受和诗集变化的小诗 小吏 更是让我惊奇的看到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诗人 正是以一种浪漫细致入微的生活态度 去感悟生活 从中汲取精华 完成自我的生活 我想正是这些文化修养和沉淀 也成就了宋医师的艺术的精湛 和态度和蔼和常常怀有悲悯之心 大家也许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听到这个医生也能写诗 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这么好 大家都是有点意外 但我也有这个意外 就说 就大家会有一个问题 就一个年寿的 每天必须面对各种疑难杂症的专科医生 在他的文学创作中 他的职业实践 是否会启发他的创作灵感 反之文学的创作和爱好 是否也为他开启了一条 释放压力和情感的通道 所以在请出宋老师之前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首 宋老师创作的小令 《卢梦令》 五月 我想这应该是宋老师的静坐 请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读起来让人很容易想起那首千古的名句 知否知否应是红肥绿兽 一样的清新自然 一样的活泼俏丽 谢谢大家 谢谢宋老师 现在我把话筒交给宋老师 有宋老师来我和我们一起分享 他对古典诗词的欣赏和他的创作 谢谢 谢谢 谢谢丁医生和万老师的评价 说实话 我自己还没觉得有这么好的 有这么好的一个词词上面的给人那一种 谈悟 可是我自己也没想到 说起来 得到我们丁医生的邀请一两个月前 我第一个邀请第一个反应就说 Oh no 千万别 因为实在让我有点 有点惶恐 因为觉得我平时在做诗词 时不时做一些小作品 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自娱自乐 但是 等到我们丁医生说要讲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学舍里面 要讲实在是觉得第一反应有点不敢当 不敢当 结果能反复的在我们丁医生的鼓励之下 鼓励之下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做一些欢灯 来说一说我唱作的心路历程 确实原来只是唱作也没有好好的去回顾 我们这个我唱作的这个诗词诗词唱作当中的那些 自己的生活或者自己的感想 就像前面大光先生说的 我自己确实都还没想到 有些我说的我写的 可能给我自己的感悟和给别人的感悟 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这倒也是我意外之中的一些收获吧 前面说到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惶恐 那确实就像文天祥市里的惶恐探头说惶恐一样 那说不尽的惶恐 因为自己觉得诗词利益还是比较浅薄 只是一个诗词爱好者 比起国内那些古典诗词的大家来讲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缺点 而且当然诗词你还要有很多的记忆力 你要新手年来一些中国几千年来的这些诗词的例子 我确实有的时候没达到那种程度 只知道有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说不上来 而且表达力确实有那么一点点穷着 有点很多时候会恰等 更关键我的普通话不是那么准 所以讲起这方面的 觉得可能跟流畅度 跟人的情感的延续性都不会那么好 后来在我们丁医生鼓励一下 想到其实每一个中国人 他都有那么一点古典诗词的心结 都有那么一点点心结 其实或多或少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诗词 都有说诗词或长或短的 或小或大的都会有 那么所以我们就跟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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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